中国大陆的餐饮收入每一年都在创新高 去年的市场规模折合台币就超过18兆 其中餐饮收入的最大省就在广东 喜欢吃面的人也会注意到 在广州几乎每一家的面馆 门口都会高挂所谓的竹生面的招牌 这什么意思呢 但其实用竹竿压打出来的面条已经是少之又少 这可是广东人独创的百年制面工艺 从人气餐馆的叉烧螃蟹粉丝包 到茶楼小点虾饺长粉马蹄糕 这些都是你熟悉的广东美食 不过对在地人来说 他们心目中的传统却是这一味 你没看错是面条 但它不是普通的面条 而是广东的招牌猪生面 面粉做成窝状 倒这个大眼睛 和面粉和在一块的是鸭蛋 蛋白的粘稠度比鸡蛋高 可以让面条更加爽脆弹牙 因为鸭蛋那个韵性比较好 用鸡蛋的话它就比较香一点 鸭蛋的话滑一点 韵性好一点 接下来的步骤叫搓粉 确保所有的面粉都沾上鸭蛋 至少得耗费30分钟 原本雪白细碎的粉块才能变身金黄色的粉团 天气好 土样好 肥料好 所以它生产的小麦出来 每一颗的标准都是很均匀的 它是面馆的负责人 做竹生面做了30年 就在老板侃侃而谈 小麦和面粉的关联性之际 它已经出师的徒弟 默默地拿出了法宝 重头戏登场 一条腿点地反复地跳要移动 靠身体的重量施压在竹竿上粘打面团 这个动作正是精髓所在 它可以弹起来 那个筋出来了 这个才Q是不是 什么叫Q Q就是吃面会弹牙 对对对 做这个竹生面的难度到底有多高 我们想要学师傅 就是一条腿跨过来 对 然后这个是要放松的对不对 放松就行 放松 好 然后就这样吗 对 像不像样 坐下去的时候 整个人放松的 用人的身体压下去 自然一点 他们更高一点 他就坐下来 好累 我觉得好累 光这个弹跳 三十秒就让人气喘吁吁 师傅有在练 但一般人的膝盖跟臀部 却未必受得了 再加上机器可以取代人工擀面 这个传承超过百年的工艺 近乎失传 如果是传机器做面的话 可能就是不是传统了 这个肯定的了 所以我们坚持用人工 坚持用人工去做的竹生面 登上了美食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 同样的麦子 磨成同样的面粉 却可以做出不同的面条 表现出不同的精彩 用毛竹碾压面粉 用人体弹跳的重力 让面团受力均匀 用刀切的话 它不均匀了 然后那个面很碎了 用机器切的话 它就一条过了 但这样用机器切 会影响口感吗 不会 精度够不够 很简单的问题 哇 都拉不断 为什么这个就是精度 这个面的精度 不是周末节假日 店也不是开在 人来人往的景点 或者是办公区 但是每天慕名而来的 韬客仍然源源不绝 喂的就是这一碗 广州为数不多的传统美食 两碗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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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碗一碗 一个鲜什么 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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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云吞面 牛奶面或捞面 主角都是它 大概20秒左右 煮20秒 鲜香 鲜香 然后再煮20秒 就行了 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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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早早的感味 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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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主缘主生面馆 已经连续两年获得米其林指南的推荐 事实上大陆餐饮收入的最大省就在广东 2017年的规模 折合台币超过1.69兆 占整个中国大陆餐饮市场的比例高达9.3% 其次分别是山东和浙江 也占有9.1%和8% 广东人爱吃也会吃 广东的GDP总量又位居大陆之首 而且已经连续29年蝉联第一 餐饮业者要抢食商机 有的求快 有的求创新 但至于老师傅来说 原味的坚持和传统的工艺 才是美味的关键 TVBS新闻李华洛亮与广东采访报道 我一直认为